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4年10月11号周五晚上的8点55分 今天的四大指数是全部上行,标普的收盘价再创历史新高 那么今天的金融成分股占比较高的罗素是在大银行的财报利好下 那么今天是大涨了2% 再次的接近右侧的突破 这里我首先还是说一下IWM 因为上次讲了以后有一些点位 我想和大家进行一个合并,方便大家去理解 目前IWM这边仍旧等待着更多的降息的信息 其实最近大家看到连续的震荡行情 其实和我们现在市场在压注的降息预期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因为市场现在包括我们说美联储在9月份的50个基点的降息之后 那么后续大家认为降息的次数非常的多 但最近大家看到没有 逐渐的把之前的往前的压注往回再收 11月份目前的降息的概率从之前有50个基点的压注 到现在最大概率也就是25个基点的压注 甚至出现了不降息的压注 所以我们说对于中小板块 特别是小型的金融公司来讲 还有一些小型的成长股来讲 其实降息是比较关键的 因为降息有一个度的把握 就是如果降息是为了支撑经济而不是应对衰退 那么对于中小盘 对于科技工 对于金融公司来讲肯定是一个显著的利好 但是如果是陷入了严重的衰退导致的紧急降息 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无论是什么板块 不管你是科技股 小盘股 大盘股 都是会受到影响的 所以目前市场看起来 在今天的金融公司的财报 几个大银行 什么摩根纳通 什么WFC的复国 在他们的财报发布之后 大家好像是看到了 目前的经济状况似乎没有那么的差 所以今天IWM 这是它上涨的最大的一个理由 那么现在的这个情况 就是还是要取决于技术面的一个进展 因为我们在这种摇摆不定的基本面下 你只能通过技术面去做一个辅助 有资金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比方说突破了228 进入了大右侧上行的突破 那么代表着大家的压注 资金走的会更加的坚决 那么反之 如果大家摇摇晃晃在这里 就是不愿意做 那么大家说明什么 说明不希望把这个不确定性提前 就希望大家目前 能够在波段里边来来回回 搞几次就算了 大家都不愿意把这个风险计价的太多 所以目前的情况 IWM今天是涨的不错 主要是银行的推动 那么这个价格是216 到228 突破是大的 右侧上行在这个位置 中间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合并掉了 下沿是192 到208 192 208 跌破之后 那肯定是一个走空的态势 那么现在这里是震荡下沿 目前运行区间是192 到228 哪边突破 走哪边 但现在离上方的228 更进一步 中间以前有一个支撑 我给大家合并掉了 大家比较容易去理解 在看盘的时候也更加的方便一些 好 这是IWM这边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跟踪 好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还是说一下经济数据 另外再讲一些个股 包括特斯拉的昨天的发布会 感觉有一点点像玩具的发布会 还有像Uber 对吧 Uber这边是摆捡了个肉饼子 怎么去理解它的股价走势现在如何 另外呢 跟大家也讲一讲关于GPM的财报 确实是也透露出了不少的信息 好 首先看一下今天的经济数据 快速的过一下 生产者物价指数PPI 这个是用来衡量生产端的通胀指标 它会部分的影响到PCE 那么这个数据是喜忧参半 9月份总体是环比持平 低于预测的0.1% 低于上个月的0.2% 但是呢同比是增长1.8% 低于上个月修正啊 这个1.7是修正过了啊 现在修正值是1.9 所以这个1.8是低于修正值的1.9 但是高于共识的1.6% 那么核心的PPI这边呢 是超出预期啊 核心PPI这边环比增长0.2 这个是与预期一致 低于之前的0.3 同比超出的比较多 2.8超出预期的2.7 也大幅的超出上个月的2.4% 另外呢 在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方面呢 是从70.1下降到了68.9 蔚来一年的通胀预期呢 是从2.7%上升到了2.9% 长期是5到10年的通胀预期 是从3.1%降到了3% 好 经济数据过完之后呢 我们来说个股 个股 首先呢 我还是提一句关于波音的最新的一些进展啊 因为昨天我们讲过 讲过它的风险 讲完之后呢 结果是 波音呢 在今天是直接给大家摊牌了 这个 我只给大家讲可能存在的风险啊 结果波音呢 是来了个大的 它呢 是今天宣布啊 除了计划裁员大概10%之外 警告投资者 它的三季度的亏损将远超预期 三季度财报还没发布啊 三季度的财报是在10月23号发布 而且呢 这个警告是看完以后是非常的崩溃啊 我看完以后 我简直感觉 它都有点像是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一样 呃 在今天的这个声明中呢 是这么说的 他说 我们的业务呢 处境艰难 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无论怎么说都不为过 那么这个裁员呢 将包括高管和经理 现在波音在全球有多少人呢 根据上次的财报里提交的表格数据 全球员工是17万1000名 其中大多数都在美国啊 所以呢 这次要裁掉10% 那就是多少 那是17000人啊 那有这么多人这个面临着失业的问题 这个确实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另外呢 对于波音的股价来讲 业绩来讲 发布的三季度的业绩警告啊 这个不是警告了 这几乎是恐吓了 三季度的营收呢 是178亿啊 预计 这个GAAP 就是会计通用会计准则下的亏损 高达美股9.97美金 你没有听错啊 美股亏损接近10美金 运营现金流在三季度是-13亿 那么截止季度末 它的现金余额可能只剩下了105亿 那么这个钱是肯定没有办法去支付 它的短期债务的 因为明年还有一些到期的债务 那么市场之前预计三季度的财报 是什么样的呢 Factset的共识预计 是每股只亏损1.61 但是这个1.61 是非GAP的啊 但是和它的GAP的9.97相比 那也是差了不知道哪去了 对吧 一个1.61 一个9.97要亏 那么销售预计的是184.9亿 它现在只给到营收的是178亿 好 这里还是要提一下啊 如果你不想承担额外风险的 不要去汤这趟浑水 你可能觉得 哎呀 那今天不是还涨了3%吗 对吧 裁员消息 是的 可以结尾成本 能够节省一些现金 涨了3% 还有一个告诉大家的是 不管它的股价怎么反弹 你都要小心 为什么呢 按照这个我有限的经验啊 增发股票之前 目前是需要配合股价反弹的 因为更高的价格可以募集更多的资金 好吧 这个呢 我只能给大家提示到这儿了啊 如果你说一定要去抄这个大底 呃 看好波音未来的基本面 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啊 因为一百二十九 一百二十九到一百四十二 跌破之后下方是不眼底的 因为下方很难去防守了啊 几乎是属于无底洞的状态 所以波音的目前的情况 面临着很快 我相信他要增发 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啊 包括不管什么样的方式吧 这个股权稀释这个或者是债务增加 这一块是几乎是肯定要发生的 无非就是时间和规模的问题 好 这是波音目前的情况 呃 接下来的时间呢 给大家看一下关于摩根大通啊 今天摩根大通复国都是涨得不错啊 盘前的财报发布之后呢 是直接涨了百分之四点四四 那么股价呢 也是接近到前面的一个高点了啊 呃 首先说一下关于摩根大通的财报细节 给大家做个展示啊 呃 摩根大通呢 这一次的收入是四三三点二亿 呃 同比去年是增长百分之三点四 超过预期的四百一十九亿 那么美国收益呢 是四点三七 和去年相比呢 是增长百分之八点九九 高预期的四点零一 好 看一下它的净利息收入啊 净利息收入是两百三十五亿 同比增长百分之三点二 那么大多数其他银行的 本季度预计的NII 就是净利息收入预计会下降 但是摩根大通 还是大行啊 大行确实还是增加的比较多 超过预期的两百二十八亿 那么 非利息收入呢 是一百九十八亿 同比增长百分之三点二 超过预期的一百九十二亿 那么总收交易收入呢 是七十一点五二亿 同比增长百分之六点九 超过预期的六十六点九 那么投行收入二十二点七亿 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三点四 超过预期的十九点九 可以说呢 在主营业务方面 是全线超出预期 赚的是盆满 拨满 这个因为随着股市的好转 包括呢 大家这个 信贷啊 包括消费啊 对吧 整个的这一块 其实挣的都不错啊 包括随着股市的好转 还有一些这个并购业务啊 包括还有很多朋友 从事这个债券的 大宗的买卖交易啊 都是他们的这个 收入来源的部分 好 那么还有一些不好的 在哪里呢 摩根纳通的三季度的近冲销 是从二季度的二十二亿 小幅下降到二十点九亿啊 这个是好事 低于预期的二十三点七亿 但是高于去年的十五亿 另外 在坏账损失拨备上 是意外的从八亿 跃升到了十亿 也就是他多拿出来了 两亿在三季度 做这个坏账损失拨备 这个未来潜在的 就是一些坏账还不了的呀 他把它要寄为亏损 那么这些钱呢 目前呢 是属于记账上寄到了 相当于是亏损 但是未来如果没有 这么多拨备使用掉的话 又会拨回来啊 拨回来就会变成 它的一个净利润 所以呢 现在呢 是总的拨备是31.1亿 高于预期的29.4亿 还有一个是薪酬支出 128亿啊 高于预期 那么你可以看出来 摩根纳通呢 还是在做了一些 目前经济呢 有放缓 或者有小幅恶化的准备的 那不然的话 它为什么会让损失拨备 会往上走的 对吧 它为什么不是往下走的 是吧 所以这个能看出来啊 所以像大行的 他们这些前瞻性的动作 是对经济预测 刚方面 包括对于银行的运转数据 肯定是要比咱们更加清楚的 所以这个也提醒大家 市场呢 在经济层面 肯定是有一些温和的 至少啊 至少是一个温和的下行 是大概率会发生的啊 但是 至于能不能产生 大选之后的一些年运效应 那产生的 所谓的经济数据大幅下丘 导致的市场 包括经济的大幅恶化 这个现在没法去判断啊 但是从银行来讲 温和的这种往下走 是大概率会发生的啊 大家心里面做好一个准备 好 这个是摩根纳通的这个财报 来看一下它的价格 摩根纳通24年的前瞻呢 截止到12月是179到269 25年前瞻是177到278 中卫是222 这个25年的前瞻是有下修的啊 跟大家提示一下 是有下修的和上次相比 24年的前瞻是有上修的 那么24年目前增速是3 25年是负1 这个预期目前没有太大的改变啊 而且呢 还是一个25年的负增长 你看到没有 现在市场的共识 并不预计在25年 银行呢 会出现大幅的增长 特别是以利息为主的银行 会出现大幅的增长 市场并没有这个预期啊 但股价为什么还涨了这么多呢 你从过它的这个前瞻估值上来看 现在走的是中卫啊 走的是22年的中卫 4年的中卫 222块钱 明年呢 你要往上走 越走的大概接近250 260 你就要知道 这个呢 是涉嫌 已经是没有什么潜力了啊 就是没有什么动能再往前冲了 你就要注意 现在呢 暂时你该拿就拿一下 因为后面 看前瞻估值的话 如果到25年的278的上限 越接近这个时间到了25年 如果前瞻26年 没有有一个这个大幅增长 那估计也是要到顶的啊 就是存在着未来的六个月 三到六个月的这个到顶的可能性的啊 所以是目前的这个 这个银行股的情况 当然呢 有一个变数是 如果降息的力度大于市场预期 那银行股这边肯定也是一个利好 但前提是经济是温和衰退啊 温和的走弱 而不是大幅的崩溃 或者大幅的衰退 因为那种情况下 你就不要考虑什么啊 是不是对银行股有利了 它是利率是有利 但是大家如果经济都不好了 失业率变得更高了 它不借钱对吧 但很多时候 它没有办法去扩张它的信贷 它要收紧荷包 它总的信贷量 它不一定会增长啊 所以这是一个考虑的一个平衡问题 好 这是摩根大通 讲完之后呢 我们来说说特斯拉啊 大家可能还是比较想关注 它的这个情况 这么多涨的股票 对吧 特斯拉非常的亮眼啊 今天在标普里 好像是跌幅靠前的吧 是第一名吧 可能是 跌了8.78% 我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个发布会啊 昨天晚上10点 这个发布会看完之后的感官如何 不得不说呢 它出来的这个出租车也好 小巴也好 还有人形机器人也好 这个酷呢 是真的很酷啊 这个无可挑剔啊 从工业制造上来讲 确实是很酷的 但是呢 昨天我在讲 关于预告特斯拉发布会的时候 我说的是 我希望看到它的线路图 希望看到它的盈利计划 对我来讲 我没有看到啊 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是没有看到的 所以呢 我对这场发布会 还是比较失望的啊 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啊 就是关于它的基本面方面的 我们说对股价的提升的这个好东西呢 我是没有看到的 那么这场发布会呢 它更像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乐高玩具的发布会啊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 粉丝呢一起狂欢大家很开心 粉丝狂欢完呢 股价也狂跌 那么根据马斯克提供的这个消息呢 自动驾驶出租车距离规模化的量产上路 至少要等到26年到27年 五级自动驾驶 它也没有提供更多的新的进展 在发布会上提到的关于自动驾驶的信息 都是之前公开过的啊 没有什么新意啊 所以几乎呢 大家呢是信心满满的去看 然后呢是看完之后发现看了个寂寞 对吧 从股价表现上也不难看出啊 这个波动非常的大 完全超出了6.5%的大概率的波动范围 因为跌了8.78%嘛 超出了2%啊 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投资失望的 投资者失望的看在发布会之后 不止我一个人 很多人都有这个看法 那么股价呢非常的可惜 又一次的失去了向上突破的机会 那么现在的看法是 又回到了震荡行情啊 我把这个价格给大家重新 因为它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交易之后呢 给大家重新更新了一下 那么现在呢 中间这个地方 211到228啊 大家不用关注太多啊 现在跌到的这个位置 就是211到228的中等支撑 那么上下沿 看这里就好了 非常的宽 仍旧是很宽的一个区间 上方是238到266啊 这个地方之前是235 现在更新为238 然后下方更新为180到201啊 都都把这个这个位置呢 稍微的变化了一点点 为了方便可能大家对于 这个容索空间会更大一点吧 方便大家判断 所以呢 波段的整个的这个震荡空间 就是180到266 非常的大 大几十个点啊 这个呢 是在过去一段时间 频繁这么在走的 并不是说为什么这么大 因为它的股价波动 就是这么大 对吧 这个你不要说 几十个点那怎么去弄 那你到了下沿 你就算盈亏比呗 到了上沿同样算盈亏比呗 你看哪边更合适 所以呢 特斯拉啊 这个变成波段 波斯拉 民不虚传啊 目前的看起来 这个趋势还得继续走下去 那么180这个地方 跌破之后会进入震荡 这个下沿的就是破位 破位之后会走空啊 下方呢 我也给大家更新了一些位置 160到177和134到153 希望它不要走空啊 因为那个时候 走到180下方就走到哪里去了 它就走到了这个 这个 走到军职回归了 对吧 那就是走 走估值了 走军职回归了 那就比较可怕了啊 希望呢 特斯拉 这个不要走到那么多 因为暂时你还不能一口气看到 这个180下方 因为这个地方 还没有测试过嘛 暂时等它测试一段时间 咱们回头再去跟这个强弱啊 好 这个呢 就是特斯拉目前的一个情况 重回震荡 另外呢 同样是干出租车的 呃 继续培育市场 还有自己的生态 那么不必去担心 特斯拉的威胁 因为你还有满打满算 你起码还有三年时间吧 这三年可以发生很多的故事啊 所以 Uber这边的价格 今天是暴涨暴拉 今天价格呢 是直接打出了新高啊 最高点还跑到了87块钱 目前Uber的情况是上方 没有任何压力 技术面 没有任何压力 下方的强支撑 今天突破之后 是76.2到80.6 以及68.3到73.2啊 这个地方都是属于强支撑位置 但有一点要提醒的是 如果你是持有的朋友呢 你遇到了 见顶形态 对吧 智掌形态 你呢 想跑呢 你可以跑 但是呢 如果现在想追的朋友 一定要小心一点 就是25年的前瞻上限 按照前瞻40倍 已经不算低 给它的增长呢 是现在前瞻上限 就是86块钱 再往上涨 超过86的 那都属于市场送的大礼 市场送的大礼包 那么这个大礼包 溢价 你要不要拿 就看你个人情况了 你是分批拿 还是看了 见顶形态再去拿 就看你个人情况 但你要去追 我奉献大家呢 要小心 好吧 你要是说 你想等 等回踩 再去回来以后 再去把这个空间踩实了 有更多的筹码进入了 你再去估值 包括随着时间的提升 对吧 财报 比如说这一次 10月31号的财报 发布之后 又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前瞻 对吧 你再去做 你别现在追追追追到了 这个10月31号发财报 给了一个很平庸的财报 很正常 一般的 没有大幅超预期的财报 直接一个 这个买消息 卖事实 冲上去 然后财报后掉下来 你直接被套一个高位 套一个估值 套一年 那你这种情况 就得不偿失了 对吧 所以持有的呢 大家还问暂时还好 没有持有的想追的 你就三思而后行 就是要考虑一下 你的盈亏比 考虑一下 你的止损计划 考虑一下 现在的前瞻估值 好 这个呢 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 关于市场的一些内容 到了周末了啊 我们还是预告一下 周末的会员节目 那么本周开始呢 又需要对财报的一些信息 进行补充啊 对于重要的个股的前单估值 以及支撑呢 进行一下更新 那么本期呢 还只有这么多啊 这里面涉及到之前 在中间的零散的时间点里边 一些财报 然后呢 给大家讲一讲他们的数据 另外呢 就是到了周日 同样会去更新 Reno达宜社区帖子里的 这个主帖子啊 大家如果有问题呢 就到社区下面去找一个 带有QA标志 还有日期的帖子 每天都可以提问 为什么每周都要发一个这个帖子呢 因为YouTube这边是没有 置顶帖功能的 所以呢 他我发了新的别的帖子 会把这些答疑帖顶下去 没办法 我就每周发一个新的帖子 但是大家提问呢 是每天你可以在最新的帖子下 都可以提问 那么呢 我都会抽空回答 周末会稍微晚一点 周末我一般统一的会 积压到周日稍晚一些 我才会去做回复 好吧 因为也需要这个休息一下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啊 最近的点赞率也都是非常的不错 谢谢大家 好 那这个呢 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哦 对对对对对 还有一件事情 差一点忘说了 差一点忘了 关于指数的下个星期的波动情况啊 给大家还是提一嘴巴 标普呢 是 SPY这边啊 下个星期到18号的周五的期权结算呢 是有大概上下7块钱左右的波动啊 大概呢 是1.2%左右 换算出来啊 这是一个68的大概率 如果出意外 那就是超出超出范围了 如果不出意外 正常波动 大概就这个这个里面 大概1.2% 然后QQQ呢 是有正常 是有8块钱左右的波动啊 市价8块钱的波动 换算起来呢 大概是1.6%左右的上下波动 好吧 1.6%的波动啊 请大家就是呢 也注意一下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运行区间 另外呢 还是提醒Wix目前还是在20的上方啊 目前20的上方代表什么呢 代表潜在的高波动 还是有可能 因为掉到20下方之后 它通常就市场比较稳定了 目前由于是财报季 还在20上方啊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波动风险 很多朋友问的 关于跌不跌的问题 下不下跌的问题 别着急嘛 对不对 这个下跌过程中呢 其实有的时候上涨的是缓慢的 下跌是迅速的啊 很多时候大家看下跌 也不用太太着急 你比如这个 之前标普一天有跌1.37%的时候 有跌2.31%的时候 在最近的一次比较大的下跌 在9月3号 一口气也跌了2.12% 对吧 这个东西呢 其实不需要着急 下跌通常都是快速而猛烈的啊 所以别看他每天涨涨涨 挺好的 对吧 我们说了涨实在要涨 就没办法 那持仓就不能动啊 那就拿着呗 但是你让我去追 那我是肯定不追的啊 那他不跌下来 我不追 涨的再多了 如果涨的更高估了 比方我们之前说的5900点 再往上 那对不起 那就要高位减仓了啊 因为那个时候就叫高估了 好 这个呢 就是今天所有节目的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持续不断的支持 如果你觉得我的节目对你有所帮助呢 希望大家还是多多帮忙 点赞 评论 转发 祝大家周末愉快 那咱们就下周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